一年一度的香港動漫電話節日前圓滿舉行 大會錄得破紀錄的72.9萬人次入場 另一邊廂有本地漫畫家成動漫節之便 舉辦一個名為兩岸四地漫畫插畫家交流會活動 匯聚了兩岸四地的漫畫家、插畫師和動畫師等 透過活動互相交流分享大家難得的創作經驗 其實當初是一群很有興趣想做一些插畫、模型公仔 和漫畫的幾個朋友聊天 我們會不會有一個頻道可以大家交流一下 其實目的是很簡單的一個就是大家互相去了解 譬如說內地的漫畫文化、內地的插畫文化 跟我們香港的一些商業的插畫或者漫畫 究竟大家的市場是怎樣 或者他們的生存空間有多大呢 因為知道他們其實經營得很辛苦 但是希望大家可以擴復一個視野了解對方 會不會互相去保留一些不足 而可以互相去將那個文化提高 香港是一個商業社會 要在市場中脫穎而出是絕對不容易的 有本地插畫師認為 交流會可以增加認識同行的機會交換心得 這個我是今年才正式加入參與的 我又沒有想太長遠的 當然我覺得每個原創作人是多需要自己去推廣自己 去為自己的路去打算的 那原來我由一個畫展開始 原來已經是一個開放的形式 是多由其他人來接觸你的 是多讓人去知道你的現況 你亦都可以去回應他們 我覺得這樣已經是一個接觸 而今次這個座談會 我覺得亦都可以來分享一下 對於獨立的創作人來說 創作之路可以說是孤獨而且難行 馬志雄亦都表示 香港的插畫界市場較為狹窄 交流會除了作為匯聚的平台之外 更加可以向插畫界提供有關作品 延伸至其他形式 或者推廣至其他地區的資訊 推廣知識產權對創作的重要性